今年的蛇跟风特别多 也让里长们好困扰 所以市府洞宝处特别下乡 来教导里长们如何捕风捉蛇 今天就在汐止区公所的11楼 有20多位里长特别来学 其中有8位是女里长 洞宝局还特别准备了捕蛇甲 以及蛇龙送给里长 方便里长能够做第一线的处理 这是前一阵子长青里发现蛇出没 请里长帮忙抓蛇的情况 不过这位里长陈建新 本身是一销有学过当然不怕 但是一般里长遇到该怎么办 23号上午东宝处来开班授课 处长亲自来当讲师 现场还有专人指导怎么使用捕蛇甲 连女里长都来学 只说以前看到蛇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虽然还是会怕 但至少会使用工具好一点 之前家里也跑了一只很大只的一条蛇 那时候看了就很恐怖 那后来虽然有去跟隔壁的人借一只捕蛇甲 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操作应该会的 我觉得那蛮简单的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叫我去抓 还是有一点没有把握 可是最基本上我们的林长 什么他们还是蛮热心的 那我是可以请林长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请我们汐止区的里长帮忙 因为蛇的出没是不定时的 而且非常随机的 那我们希望那个里长能够帮忙 形成一个区域连簧的一个策略 有女里长敢抓蛇 但有些还是会怕 但至少有了捕蛇甲 能够请林长志工协助 这也是一个方法 至于其他里长 对于今年的蛇还有风特别多 真的很困扰 所以都特地来上课 对于怎么使用捕蛇甲 特别有兴趣 有这个工具的话很方便 为什么呢 上次我们晚上11点半 里面报告 结果我去了也是束手无策 没有东西啊 叫洞保处来 四十分钟还没到 他说是外包的 到新店才有 跑来这边已经很久 巡守队去巡逻的时候 常常碰到蛇的出现 那只能干净着他没有办法 因为也不敢去抓 所以今天有这个捕蛇甲 其实是非常好的 那今天我是特别邀请 那个洞保处那边 来我们系纸这边 来这边教大家 做检疫情的捕工抓蛇 那比较好处理 里长帮忙是 完全处理他们的志愿 我们没有强迫 那如果假如 觉得他有危险性 欢迎跟我们洞保处来 这个报案 我们来处理 以前遇到蛇都只能干凳着 这次洞保处不但开班授课 还提供捕蛇甲跟蛇笼 让里长带回去 至于下次再遇到 能够先处理 不过也强调 有比较危险的东保处 也绝对一不容辞 可以通报他们来处理 这层慧林系纸财宝报道